Hello 大家好 园艺片的节目 看这个大钢 今天搞个稍微大点的活 那么做完之后看看效果 其实我只不过是脑子里面有构思 真正出来效果好不好 还要做完之后 大家一起看 好吧 那么我脑子里的构思是怎么样的 我当时去买那个花 那么我想这口钢 我就是做一个小警官 综合的一个盆景 那么各种各样的花配在一起 然后我见过最美的 配的最美的 我是在北海道看到的 北海道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草花 配在一个缸里非常美 日本人本身就研究插花艺术 他们研究的也特别透彻 对吧 我跟他们没得比 但是我也想尝试一下 然后做这种景观呢 最重要的就是当你选择一个洗阴的 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繁根啊 或者是预沾啊之类的 洗阴的一定要跟洗阴的在一起 洗阳的就要洗阳的在一起 你不能洗阴洗阳穿插在一起种 为什么 你到时候种在一起 你放在阴凉的地方 洗阳的不开花 放在太阳晒的地方 洗阴的都晒坏了 那么特别是我们洛杉矶南方 如果说是在北方 我看到过有北方的那个 甚至是老外的博主 是吧 在那里做一个大缸 做一个综合盆景 洗阴洗阳 哗哗哗都种进去 那个扯淡 那个你让它 让它过两天再看看效果 就知道了 它也就是种了 好 种完给大家看 好了 没有下文了 是吧 你让它再过两个月 三个月去看 那个就一塌糊涂了 作为景观 要么就是选择一边 然后高 中 低 分布 是吧 那这边高的就是作为一个 靠着墙 或者是靠着什么地方 是吧 那么视觉重心 就是这样看过去 如果说种在中间 就是 就是你 比如说我这个缸 就摆在这个中间 一圈都能看 是吧 就像这口缸似的 这口是多漏缸 那我今天种的这个是 就是喜阳的一个草花缸 那么用到 用到这颗 这颗粉色的 我叫不出名 对吧 然后这个是基小菊 这个太阳花 这些都是喜阳的 我现在想 不想种中间 我想 我想给它种在一边 作为中间 缝隙里 给它塞进去 缝隙里一定要塞满 把土 要不然的话 一下子就干死 高度不错 满了 填满了以后 最前端我要 最前端我要 让它挂下来 不能浪费的这个高的 钢的高度 差点说成高的钢度 这个好 这个是活的 看这个本是往下涨的 这样好像擦就行 今天不挪位置 太黑了 看这个细活 其实蛮久的 这样层次比较分明 后颈 中颈 前颈 然后下挂 那么这口钢 我这里后面 我肯定是要挪位置的 到时候位置会挪到 靠边上的位置 这个高的朝里 下挂的朝外 等这些太阳花 舒展开来 开花了就会很美了 有点空隙 但不要紧 太阳花到时候可以牵插 如果再有空隙 插上 剪下一些枝头来插上 都可以 这样整一个盆都是洗羊的 现在看的效果也不错 是吧 你再远一点看看 效果不错 侧面 好嘞 今天的节目先这样 拜拜 还要收拾 收拾一下